各位朋友 这有特别多 学熬夜人 两点三点算什么 继续打我电脑 继续玩我游戏 继续聊天 各位 没有什么 你现在年轻没感觉 你现在真的好 没感觉 10点11点 你刚才常会休息 你不让他休息 他要继续工作 好 你10点11点可能还在吃东西 吃宵夜等等 各位好朋友 本来有我们老天爷造就人类 就有这个起居作息 对不对 时间不同而已 我们在睡觉美国人可能在白天 我们在白天美国人可能在睡觉 因为这个时间到差的关系 可是时间到了 该睡觉时间你不睡觉 你还在做那些有的没有的 是还在夜店 还酒廊 酒家 自己喝的醉醺醺的 你再想看看 像这样的情况 你的肝胀常会怎么休息 没办法休息 对不对 那你人呢 体力很好 对不对 撑着 阴阳倒过来 时间倒过来 结果你到最后你发现一个问题 熬夜熬到最后的结果呢 精神越来越好 体力越来越好 自作自受嘛 你为什么不熬夜 为什么不睡觉 我就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睡得晚 2点 3点 4点算什么 因为觉得自己身体好 对 真的 因为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又半空半途 人家在睡觉午在工作 对 这里有一份报告 这是美国公布一份研究 就是说每一天睡眠如果低于6个小时 会罹患心脏病中风跟高血压 还有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然后也是增加离癌的风险 其实睡眠确实很重要 而且睡眠还要真的怎样 要早一点睡